凭著韓劇Healer人氣暴增的花美男池昌旭 近日宣布和中國唱片公司簽約 將推出首張華語專輯正式進軍內地 也會和內地的粉絲一起跨年 因此池昌旭近來都在賣力學中文 更在微博上用中文批音來和大家互動 日前他在微博PO出自己崩潰大哭的影片 片中的他穿著西裝 卻做出猙獰的表情對著鏡頭崩潰大哭 影片特效讓他的眼淚不斷涌出 甚至連雙下巴都擠出來見人十分逗趣 不過究竟是什麼事讓他難過成這樣 他則用拼音寫說 明天是聖誕節我聖誕節還要工作 表達自己因為工作無法過聖誕 心情很糟 YESOLUTION中心特別報導